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超过3亿的视频播放量 据公开的数字超过了优酷 其中的诀窍 56网副总裁李浩说 这是56网 只是视频社交化带来的效果 社交平台的用户对视频的需求量非常大 是视频的重要传播渠道 甚至有超过搜索引擎的趋势 56网一直把满足社交用户对视频的上传 存储 播放 分享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因此中国好声音 可以在56网这个平台上 获得最佳的传播效果 包括在美国流行的社会化电视 也是在电视节目中添加进社交化的元素 允许用户对电视节目进行评论 与好友分享自己感兴趣的节目 同时也可以观看好友分享的电视节目 一家名为Clipthink的网站 实现了在一个房间一起看电视的效果 同一个房间的用户可以一边看视频 一边交流评论 俨然是网络版的客厅 不论是在PC端还是移动端 亦或是电视端 视频内容与社交网络融合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短视频走火 国外有一家类似呼伯的社交创业公司Pick 效保微博发短信息的方式 允许用户上传和分享最长为36秒的短视频 这些视频既可以通过电脑摄像头拍摄 也可以通过Pick的iOS或者Android移动应用拍摄 而且这些视频不仅可以在Pick的网络上分享 同时还可以在Facebook和Twitter的平台上分享 这家网站已经获得了总额为550万美元的融资 如今很多视频网站都在鼓励用户上传和分享视频 56网上90%的原创视频都是用户上传的 大多数用户会用手机或者摄像机拍摄生活中的某些片段 展现出来的形式也是短视频 在强调UGC用户创造内容的视频网站 短视频必然是视频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的网站也容易将内容与社交元素融合 从另一个角度看 长视频以影视剧为主 有较高的版权费用 不少视频网站最初均是以长视频为主 花费巨资购买大量影视剧 然后免费播放给用户 这确实帮助视频网站获得了大量的用户 不过一来版权费用较高 二来影视剧视频特别强调高清 消耗大量的带宽资源 数据显示 网站获取短视频的成本还不到一级热播剧的千分之一 播放一级电视剧消耗的带宽 是短视频的15倍以上 消耗的存储也在10倍以上 这必然要求视频网站加大宽带等基础设施投入 过高的成本压力 让视频网站的发展不可持续 短视频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商业化 李浩认为 从广告主的接受程度来看 长视频确实相较短视频更有优势 因为广告主还是延续了电视广告的思维 将长视频制为一种电视节目进行广告投放 对于短视频还缺乏信息 不过他认为 YouTube在2012年第三季度 有超过80%的视频都已经有了贴片广告 而YouTube是一家以短视频为主要内容的视频网站 所以基本上可以认为 未来短视频的商业化没有问题 原创内容的传播平台 未来视频网站必然会更加重视原创内容的制作 56网创始人周娟也表示 56网花7年多的时间 成功营造了UGC的氛围 娱乐互动的网站属性非常鲜明 并且全面打造了用户原创内容的线上平台 覆盖一般意义上的用户原创内容 拍客和微电影 并且借助人人网的优势 深入到大学校园 例如56城市拍客 56手印里 56高效影像里等针对不同原创用户人群的平台 2013年 56网会继续加大精品UGC内容的挖掘力度 把最优质的UGC内容第一时间推荐给网友 同时让生产优质内容的用户获益 彻底改变一些人对UGC内容质量不高的认识 UGC内容确实面临一些限制 不像知名的影视剧 原创内容还需要进行推广和传播等 所以视频网站需要打造一个视频内容的传播平台 不仅帮助用户上传的视频得到更好的传播 同时也方便视频网站通过自制剧吸引更多的网络用户相关阅读 2012年中国在线视频市场规模达92.5亿 UGC部署云平台绝经移动视频